哇,好有年头呢 有点像那印度的那种跳火车 你的姿势太可爱了,狗趴式 来这边的人呢,都会骑这样大的摩托车过来 现在呢,我到了一个赛车手老板的一家咖啡店 他是一个车迷 据说他收集了最硬的哈雷还有古董的老爷车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探访这一家在清迈赛车手的咖啡店 等一下就跟我进去看一下咯 你看,只为哈雷的这个骑手才可以停在这个地方 哎呀,专属呀 从这个咖啡店的这个路门我们进去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些清雪衣服 看他们店的类子,看一下价格 200台铸,差不多人民币四五十块钱一件 还有老板收集了这个车的摩托车 还有进来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加柴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老板收集了这个摩托车的头盔 咖啡店的二楼有点餐厅 在泰国的咖啡店的屋底呀 还有他们房秘的屋顶 都是这种铁齐的屋 这家老板还是收集了这个日本的观光车的这个车头 放在这边供小朋友摩托车 这个车坐一下 看我坐在这个车上 好小呀 我的腿都 这个距离都不行 我觉得如果是比我大一点点 你们那个男生肯定是坐不到这个车 很好玩 你看这个日本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这个天窗 现在给卸了 没有天窗了 如果要按停的话 这个地方有这个装置可以停一下 这个位置还是皮的 虽然这个地方有点坏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收音的一个喇叭 这边也有一个紧急安置的一个零 这个地方的火 好 来带你们往这个地方走 咦 有愉悦 我觉得这个晚上一定是酒吧吧 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望向远处 咦 这只大公鸡 刚刚就是它在叫 这是收集的所有的一些牌子 这就是我们以前用的卡式收音机 有没有 这都是车手老板的喜好呀 还有 诶 这个肯定晚上以前是那个 那个做酒吧的 所以还有这个是啤酒的装置 是不是啤酒装置 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上边 哇塞 还有一把真枪 这个被子呢 我觉得就是喝喝小酒的 坐在这个上边 好惬意哦 这可以看到老板收集的玩具模型 好多哟 好 现在就坐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尝一下它这边最有意思的就是泰菜 这是罗勒炒炒猪肉 这个饭 这个饭 好啦我现在要吃我的罗勒叶炒猪肉 这是台北典型的一个家常菜 这道菜呢是60泰铢 差不多和人民币它是13 14块钱吧 我们来尝一下 我们来尝一下 先尝一下 嗯 味道好 吃光光 这应该是主人家的这条旺狗嘞 哎 一直盯着我呀 哎 原来它是个男生呢 快点快点快点快 这个咖啡店后门 它收藏的车 它收藏什么车呀 有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车 有这个古董的 哇那么古董的这样子 一个老爷的甲壳虫车 哎呦 这里面感觉好 好旧好老的车呀 这样的那么大的方向盘 这是多少年以前的老爷车呢 哎 还可以打开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哇好有年头呢 哎 看它这个破的破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是一个大卡车对不对 这个大卡车后边 是不是可以装 装这样的一个什么东西 房车吗 哇好带呀 你看我的手 太烂 这样的车 然后这旁边还有辆黄色更大的卡车 哇我觉得这个赛车手老板 他收集的车 真的是不一样呀 还收集这样的 哇这个油桶 好大门 这都是他的爱好呢 然后他的咖啡店呢 也是用这个集装箱来做的 看一下这个里边 哇这个里边才是他收集的车 那么多的古董老爷车哟 看一下他收集的什么车 哇这辆车好看 看不 这个老爷车 这两辆是现代的呗 迷你古董 哇这辆车 这个车他收集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很矮呢 这么矮的这个车 看这个老板他收集的这种车 超级矮 然后还有这辆车 这辆车有意思不 有点像拖拉机 嗯 这个车门打开吗 都没有把手 你看 没有把手的车 直接这样跳进去吗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车的这个管子 好粗呀 在这个旁边的 然后这个这个车没有玻璃的 你看到吗 没有玻璃的 这个是以前的皮卡车吗 哎呀这个好可爱 看看这个里边 咦 这样子的 这个后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皮卡车的这个样子 这个是皮卡车 哇这个老板 收集了各种不同的车 还有一辆 还有一辆 登登登登 一辆蓝色的也很可爱吧 它也是一辆皮卡车 我们来进来看一下哦 看一下这个 咦在这个后边 哇这个皮卡车可以这样子踩上去 踩上去 然后我可以直接跨进去 这个皮卡车好玩呢 嗯 这个还有个扶手 所以我可以 踏在这个踏板上 然后 有点像那个 印度的那种跳火车 是不是 直接都不用坐在这个里边 这个可以 这样低游的人 这样子拉着 啊 小艾哥开始走风了 耶 跳下来 然后走了 然后这是一辆奔驰车 好可爱哦 哎呦 好可爱哦 又来一只狗 哦 他那边没走 长得 哎呦哎呦哎呦 你是富产 我富盈 这家赛车手老板的咖啡店的旁边 还有修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咦还有一只鸡 然后这都是他收集过来的那个旧的车 有Toyota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车 有这个现代的 当然还有古董的老爷车 有这个高尔夫球车看到没 所以这个后面呢 就是他的咖啡店的修车库 可能也是专为呃 站坐停留一些呃 车手们或者是车迷爱好者们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可以享受 在这个后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花园绿色的地方 好啦今天我们的咖啡店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